我手上的這部就是近來都很萬眾期待的白獸王LEGO 這部合結合了兩樣男生都很喜歡的元素 就是LEGO和經典的動漫 兩位LEGO達人又怎樣看這部東西呢? 我覺得這部很棒 因為在LEGO上很少可以出的日本動漫作品 這麼多年來這部是第一部出很合體的機箱 它是第一副來的 白獸王有五隻獅子 所以今天我們也有五位狀男一起挑戰一下 那選吧 我當然要黑色了 我當然要挑戰 這次這隻白獸王一共有2321件零件 不算多 但機械的結構應該比一般套裝複雜 而兩位嘉賓 Joe和Ben 這麼多年來都喜歡用LEGO 砌各式各樣的變形合體機械人 我發現了一些新的零件 很漂亮這隻綠色很特別 這隻是只有這一套才有的 這個很棒 是金色的 你看看 很開心大發熱 對 工具件全金色 我未見過 這一套很棒 就是Metallic的新件 他變成超級金的感覺 也很強勇 除了新零件 Joe和Ben都說 這次不少砌法都挺新穎 有樂趣之餘 也有不少啟發 可以應用到砌其他機械人或作品之上 GOLD FORTRAP FORCE GOLD FORTRAP FORCE 我砌完後 我發現它的可動性 比我想像中 是不太高的 是比較低的 整體設計上我覺得是不錯的 它在整個前面 整個的Logo 都很合乎本身白獸王的設計 除了之外 它的手和直腿 尤其是直腿的關節位 是特別 可能因為LEGO的一些安全限制 所以它是鎖死 每次要捕的時候 要變成我們都要拉前移除 然後才轉到 手和肩膀一樣 都是要移除出來 再轉才可以做到前面的形狀 但我都會欣賞它 因為它會用一些負油的 例如一些波裝 加強的時候 可能是比較雙倍去做 真的做到所有的東西都很穩真 你看到現在發覺的東西 就算肩膀也好 如果它擺起身 拿著劍 它會不會碎掉 整個Ship來說 其實它的平衡都很好 腰的長度 整體的比例 都不錯 LEGO出到這一盒 其實我都已經覺得是很好的事 因為大家有機會 真的可以玩到一些機甲 和動畫機甲的東西 而它真的做到 真的有五隻C之餘 真的可以合得好看 也不是很容易的事 我覺得它很用心 就是它看到一些特別的件 這些Metellic Tile 這些閃亮亮的東西 令到整件事會有超合金 阿周更帶來私人珍藏的 舊版白獸王合金比對 可以看到LEGO版 比合金更加高大有氣勢之餘 比例上的確有型得多 所以雖然可動性一般 但它們亦給了9分的高分評價 認為值得入手 價錢又方便 快點去紙箱旅行的網站 免費下載